辯論教練 我跟他很抱歉 我被交代要講關鍵的定義 剛好可以回答揚聲達的論點 但我是覺得都最後一場了 就是比起這個我想說一些別的 說 說出來 不要搞 加油 哈龍夠 做你自己 全民進辯論會 它是一個實境節目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更像一個戲劇節目 因為我每次站上這個舞台 我都是在代表黑隊 我都在演一個變手幫隊伍說話 但最後一場了我想 說一些我臨時寫出來的東西 就會說話到底是不是帶人處事的關鍵 在這個標榜好好說話的節目裡面 我錄到現在12集了 我還是搞不懂 標準到底是什麼 就會說話到底是真誠的說話 還是要說別人想聽的唯心之論 到底是要虛假的阿諭奉承 還是要讓第三者的觀眾們排案叫絕 像剛剛第一場我跟凱莉單跳的時候 我獲得了全場的肯定 可是我心裡其實很難過 因為我只是拿出一個 我平常在喜劇舞台上面 做出的表現而已 我發現我沒有努力去進步自己 反而獲得了全場的肯定 我很難過 這個節目一路走來 從第一集到第11集上一集 我一直在試圖用一個 實境對抗節目 觀眾會喜歡的方式來表演 雖然我一針見血 我挑戰遲度 我爭鋒相對 可能會被貼上反派選手的標籤 可是我很清楚 這絕對是節目有看點 我真的為這個節目的製作人 我為這個節目的觀眾負責的表演 畢竟在這個節目陣容裡面一字排開 我就是一個資歷最菜 我粉絲流量最低的素人 我不錄地獄 誰錄地獄 可是就因為如此 各位觀眾 我常在節目錄完之後 在鏡頭後面 受到很多的關心 我覺得我可能錯了 唯獨很沮喪 可是直到上週節目第一集播出的時候 我發現粉絲有一面倒的支持我 我非常驚喜 我也很困惑 為什麼在電視圈中 眼中不會說話的賀龍 竟然會獲得大家的青睞 我非常討厭 話語權這三個字 話語權就是既得利益者 鞏固利益的工具 小時候課本教我們要誠實 教我們講話要real 但長大出了社會卻完全相反 賀龍你不要提到別人的缺點 跟別人相處 要會說話 不要碰觸敏感話題 賺錢做生意 要會說話 不要提到現在的熱潮 me too運動 在演藝圈 你要會說話 如果這個社會定義的會說話 就是fake 很抱歉 我是喜劇演員 我的胖圈都是講真實的東西 我很難妥協 帶人處事是什麼 帶人要真實 處事要誠信 我寧願當一個 會揭穿國王心意的小男孩 我也不想成為那個 會說假話噁心的大人 謝謝 剛剛他們一直講說這個 華人文化啊 沉默是金啊什麼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我們缺少溝通跟表達訓練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孩子 他們在面臨國際競爭的時候 都非常的吃虧 所以你們一直告訴他們說 不用這麼會說話 是你們想要帶給我們下一代的價值嗎 所以你們很倡導的溝通和表達 那我想請問你們 對於會說話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會說話的定義 就在適當的場合 對適當的對象 講出適當的內容 讓大家覺得 哇 如沐春風 這就是會說話的定義 而且剛剛請教你啊 如果你碰到桃子姐評審長 你會叫她 阿特還是叫她桃子姐 阿特 我聽不懂第一個 所以會叫桃子姐 阿特就是台語的阿桃的意思 你會叫她桃子姐 那如果我跟她有台語的溝通的話 我就會叫她阿特 你會叫她阿特 你說的 你說的 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呢 我們大家都在講說 關鍵的重要定義 那麼我查了國語字典 關鍵的重要定義 就是事物的重要部分 所以說她不是唯一的重要部分 但是是某個重要部分 我想要說的是 好好說話會說話 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何證明 好好說話不重要 我覺得齊鈺還有你們白對 在講出一個觀點 其實你們說每一個 都是關鍵 可是在你們話語當中 其實可以秀出 你們的關鍵點 還是有先後之分 好好說話絕對會是 被你們擺在第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 但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們在社會上 或是我們在工作場合上 我們會遇到有一種人 她非常會說話 但是她非常會在背後 偷你一刀 所以這件事情 就你們白對而言 如果她是一個變才無愛的人 但是很容易在後面 偷你一刀 你也會覺得 這是待人處事的關鍵嗎 你會覺得她是好人嗎 我先回一下 待人處事 那個會不會說話 跟她性數正不正 我剛剛說的 這是兩碼子是 她可以很會說話 但她性數正的 但你剛剛講的是 很會說話 但性數不正 那這個你這個問題 就讓我想到 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 到底年輕人該不該在社群媒體上 抱怨工作 也記起來吧 有這個事情吧 那時候我們討論的結論 難道不是說 好好的和上司和同事溝通 都是 這才是最重要的嗎 你們忘記這一題了嗎 你們記得吧 我忘記了 我覺得記憶力才是關鍵 謝謝 那我再稍微回一下 剛剛豪平說 我嫁給我老公 跟說話能力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懷孕這件事情 我在這邊請領大家 請你們全程帶套 謝謝 白分剩30秒 戴人處事是一條 非常長久的馬拉松 我們必須要慢慢地跑 路遙之馬力 套一句最近很紅的話 叫做水退了 就會知道誰沒穿褲子 真的要說什麼 才是戴人處事的關鍵 我覺得與其要說 是好好說話 倒不如說是好好傾聽 所以我其實剛剛很想 跟董仔擊掌 剛剛張瑋萱老師 也到我們的休息室 告訴大家說 你們一定要仔細聽 對手在說什麼 其實我們現在處於一個 自媒體的時代 我們每個人透過FB IG 透過Podcast 透過Youtube 我們一直不斷地在行銷 跟推銷自己 我們都很希望 別人聽我們說話 可是我們忘了一件事 我們真的有打開耳朵 好好聽別人說話嗎 我們的嘴巴進步了 但是我們的耳朵卻退步了 我們現在甚至沒有辦法靜下心來 好好聽一個人說話 就算你聽了 你有認真聽嗎 你有聽懂嗎 就拿全明星辯論會 這個賽場來說 我本來以為 我來到這個戰場 我覺得製作單位 是要我學習 好好說話 後來今天錄到了第12集 我發現我大錯特錯耶 我覺得好好傾聽 才是我們人生的關鍵 就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把耳朵 打開來好好傾聽 就會發現之前 大天跟妮萱 兩個人一直在平行時空 不知道在幹嘛 也會發生 我們平常想要回擊對手 然後就一直揮空拍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打開耳朵 聽別人說話 也會發生 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根本沒聽懂我們在說什麼 就說我們是強詞奪理 所以經過了12集的洗禮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變手 大家都變得很會說話 但是我們的聽的能力 有待商榷 所以我大力的推薦B2哥 如果要開第二季的節目 千萬不要叫全明星辯論會 我們就來開一個叫 全明星傾聽會吧 我保證讓大家耳目一新 最後我想要講 辯論圈其實有一個金句 叫做沒有無敵的論點 只有無敵的辨識 我覺得待人處事也是一樣 沒有無敵的技能 只有無敵的心態 什麼是無敵的心態 我們不應該把每一件事情 譬如說會說話的能力 當的是一個無敵的心態 我們應該好好學習每個能力 謝謝 剛剛儀佩有說這個聆聽 我們也要學會聆聽 當然我們完全認同 因為聆聽也是會說話的一種表現 因為你聆聽完了之後 你還要再一步去表達你的同力 你的關心 才有辦法做到真正的雙向溝通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認同你的話 只是我們想要更進一步的去表達 其實我們不斷強調 這個關鍵真的是不只一個 誰說關鍵只能有一個 譬如說打個比方好 因為是最後一集 我一定要講有事有中 一個好的性愛呢 有很多的關鍵 有大小 有形狀 有技巧 有愛 每一個都缺一不可啊 所以說 說話在待人處事上 很關鍵 很重要 難道黑隊認為說話完全不重要嗎 再來 如果說話 不是待人處事的關鍵 我們這個節目錄了12集 是在錄屁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學會好好說話呢 因為好好說話 大家就會覺得 你很會待人處事 那誰就會好好說話呢 我要舉這個例子 你們知道我要講誰 好 就是黃紫嬌 他非常會說話 待人很有分寸 他主持接不完 大家都覺得 他是一個很會待人處事的前輩 可是最近呢 他突然開始不會說話了 亂爆黑料 就是因為他面對問題的時候 沒有好好說話 得罪了整個圈子 那待人處事的能力都不見了 之後他要怎麼回來呢 你能想像如果一個喜劇演員 他因為不會說話惹了整個喜劇圈的人 那你覺得他心裡就算有虧欠 但他沒有辦法好好表達 沒有辦法跟大家和解 他要怎麼回來 那這個 待人處事有很多面向啦 尊重他人啊 關心對方啊 其實你們剛剛講的那些 我們都認同喔 但你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 你有這個特質 你要能夠表達出來好好說話 才是最後能讓理解的窗口啊 那我舉一個政治人物的例子好了 侯友宜他就是不會講話 他去台大演講的時候 還要希望有人幫他把他講的中文 翻譯成聽得懂的中文 他不會講話到 沒有人相信他可以呵呵做事啊 民調超低啊 選民都不支持 不管他到底會不會待人處事 他無法表達出來就無法獲得認同 在這個世界上 誰最不會待人處事 就是嬰兒啊 要哭要哭就鬧 不然還會亂拉屎啊 完全不會說話 你會說嬰兒很會待人處事嗎 完全不會 就算嬰兒很善良 你也不會知道 那錄到現在我們每一集喔 都在講那邊什麼婚姻啊 家庭錢啊 我個人認為這些題目都超級無聊 但我們有因此就擺爛不錄嗎 沒有 我們還是很努力地用好好說話 來化解這些無聊的題目 讓節目可以順利進行 如果製作單位覺得我講話太酸的話 想必是因為我不會說話 因為我不會待人處事 我當初應該要去錄全明星運動會 謝謝 謝謝 by bwd6